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我相信为何选择了《罗》 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分人英文 因为当年要考虑大学读什么 每个人都经过这个阶段 你读书的时候想想你将来做什么 到某一个时段要选择 例如入大学挑选什么科 很多人跟我说你英文好 你参加很多辩论 是不是读法律比较适合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中文的时候参加很多辩论 中文就是知道 你的要论 这是很重要的 当时没有现在的都很好 现在学生辩论很多训练 有很多新穎規矩 刺激 有很多技巧給你 我那年代沒有那麼多機會 沒有那麼多訓練 沒有那麼多人教你 總之你去辯論就是這樣 沒有說有多少人 沒有說有些人特定在樓下的支援隊 沒有那麼多 我最深刻的是 初初入男女聖寶羅那一次 男女聖寶羅有兩班科技 因為我入學五之前 一直都是讀女校 從六年就讀聖寶羅男女校 當時就有Law 6 我記得Law 6那年 辯論會就說要有個辯論 就要Science 班對Arts 班 即是兩班Science 裡面選人 Arts 只有我們一班 就叫了我和另一個男生 譬如 雖然她最後沒有規矩 我說死火了 因為他兩班科技 我們只有一班藝術 聖寶羅全部都是讀醫 讀不到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才讀藝術 所以那時候感覺很弱勢 第二就是沒有人說話 我們藝術那邊沒有人說話 於是我說了很多次 我說完又說過 人家的科技班有什麼要說 我又要去做rebuttal 做了我說了很多次 我都不記得了多少次 總之沒有人說話的就是我 那次雖然是靠舉手投票 都是我們藝術班贏的 那時候我翌日去Morning Assembly 那時候有個男生告訴我 他說 你知不知道這間是男女校 可能我太過激烈了 就是作為女生 我不知道是中谷還是什麼 但是那次我想是比較特別的一次辯論 為什麼我也記得比較清楚 那個debating society 那個秘書 當天你叫我去參加debate 那個男生 你就是聖保羅讀科技班 現在就是我老公 其實不只是辯論 你公開講也很重要 譬如你參加 當時我們有音樂會議 其實現在也有的 你要去練詩 去詞文書 你也是要對著很多人 是要訓練你在那些場合說話 奧巴雅是一個很厲害演說的人 他是那種少數演說可以激勵人心 非常動聽的人 其實我覺得演講演說的技巧就在這裏 使得別人有共鳴 使得別人覺得見到你的時候 就是簡直是感情澎湃 但是也都是能夠將人 是帶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不是一個辯論式去理論 也不是純粹說我罵你 覺得罵得很順口那種 而是將你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的 理想和思想的一個水平 我覺得人類就是追求這類理想 其實當初我相信為什麼選擇了罵 就是因為他是大部份英文 因為當年要考慮大學讀什麼時候 你知道每個人都經過這個階段 你讀書的時候 想想你將來做什麼 到某一個時段你要選擇 譬如入大學的話 你挑選什麼科 很多人跟我說 你英文好 你參加很多辯論 是否讀法律比較適合 所以這也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我參加了很多辯論 當中學不到什麼 你學習要想想想 這是很重要的 當時沒有現在那麼好 現在你去看學生辯論 很多訓練 有很多新穎的規矩 也很刺激 有很多技巧給你 我那年代沒有那麼多機會 沒有那麼多訓練 沒有那麼多人教你 總之你可以去辯論 就是這樣 沒有如先有多少人 還有沒有特定 有些層次講師 有特定的支援隊 沒有那麼多 我最深刻的是 最初入入男女性寶萊 那一次 男女性寶萊有兩班科技 一班藝術 那時候 因為我入學五之前 一直都是讀女校 從六去讀聖火羅男女校 那時候就有Law 6 我記得Law 6 那年 辯論會 要有個辯論 要科技班對藝術班 即是兩班科技 選人 藝術只有我們一班 就叫了我和另一個男生 那時候在大聖火羅場 的人 下面的 第六的 當中的 是Law 6 然後裡面 還有沒有規矩 即是沒有每人講幾分鐘 就是可以任人講幾次 另外 他最後這是 然後決定誰贏誰休息 就是靠舉手 糟糕了 因為他有兩班科學 我們只有一班藝術 聖寶羅全部都是讀醫 讀不到科學、科學、科學的人才讀藝術 所以那時候感覺很弱勢 第二就是沒有人說話 我們藝術那邊沒有人說話 於是我說了很多次 我說完又說過人家的科學班有甚麼要說 我又要去做rebuttal 總之我說了很多次 我都忘記了多少次 總之沒有人說話的就是我 那次雖然是靠舉手投票的 都是我們藝術班贏的 那時候我翌日去morning assembly 阿不食有個男生告訴我 他說你知不知道這間是男女校 他覺得可能我作為女生太過激烈了 我不知道是中谷還是甚麼 但是那次我想是比較特別的一次辯論 為甚麼我也記得比較清楚 那個debating society的秘書 當日你叫我去參加debate的男生 聖寶羅讀科學班的那個 現在就是我的老公 其實不只是辯論 你公開講也很重要 譬如你參加那時候我們有music festivals 其實現在也有的 你要去練詩 去prose reading 你也是要對著很多人 要訓練你在那些場合說話 奧巴馬是一個很厲害演說的人 他是那種少數演說可以激勵人心 非常動聽的一些人 其實我覺得演講演說